法国连续几个星期爆发大规模示威 马克龙主导的退休金改革正在威胁他的执政地位 法国总统马克龙以他的政治生命为筹码 力推退休金改革 这是所有社会福利改革的核心和翘板 应该说在推进改革上 马克龙作为政治人物还是有胆量有承诺的 他第一次推进改革发生在当选后不久 但是政策布局受到疫情的严重干扰 不像多数的政客 马克龙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将延长退休年龄放在政纲的中央 尽管这样做令他失去了一些选票 疫情放缓 社交限制被解除之后 马克龙再次推进退休金改革 只是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5岁降低到64岁 但是大量民众仍不买账 法国连续爆发几十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 成为2018年黄背心运动以来 法国最大的抗议活动 并可能演化成社会危机 坚持退休金改革 是法国维持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步骤 对于法国在欧盟的信用十分重要 金融市场对英国财政纪律的不满 直接导致特拉斯政府倒台 马克龙在大选中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党席位 他仍然坚持坐下去 表现出政治的胆量 不过也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在通胀高企 生活成本上涨 民情激愤的时候 这种政治风险被记忆不放大 目前法国的退休金支付负担 介乎法国GDP的0.4%到0.8%之间 工人需要至少缴付41年半的公积金 才能取得全额退休金 这个数字不算灾难性的 也不至于给经济社会带来 立刻的不可逆转冲击 但是这仍然是法国社会福利体系的一个大窟窿 法国的债务GDP比例已经达到114%了 法国的税收GDP比例已经达到45%了 那么这在36个OECD国家中第二高的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 马克龙不愿意通过加税来解决收支不平衡 唯有打退休年龄的主意来试图平衡财政收支 法国政府决定把退休年龄调高到64岁 最低社保贡款年龄调高到43年 那么这个政策需要在议会投票通过 需要赢得中间偏右的政党支持才够票数 澳大利亚的退休年龄是66.5岁 美国 英国和德国是66岁 法国男性的退休年龄比欧盟平均低两年 女性低一年 所以64岁退休其实不算太过分 但是法国社会是一个崇尚享受的社会 星期四下午两点就大量出城度假的车流 退休时候拥有优偶的退休金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社会约定 但是法国的生命预期在过去40年增加了8年 许多没有共足41年半的人也需要提取退休福利 那么超低利率环境下退休金的投资所得入不敷出 这些让马克龙充满忧患的焦虑 退休金改革还不只是收支平衡的问题 法国进入了老龄人口社会 那么劳动力不足问题日趋严重 疫情后更显得突出 退休法定年龄可以挤压出更多的人进入就业市场 从经济学角度这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但是从多数法国人的角度 这是近30年来最残忍的改革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